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介紹一下我們六星精裝版的 六星的低彎慢煮機 這個形象就是可以做家用 亦都可以做商用 餐廳用也可以,家裡用也可以 包括有這個蓋子 這個有一個分隔的架 有一個比較重的食物 或者雞蛋的籃 我們這部機的製造是很嚴謹的 包括外面這個不鏽鋼的外殼 是很堵塞的 裡面有一個很完整的不鏽鋼的內膽 是304的不鏽鋼 食品級的不鏽鋼 這個深度有15個Cm 深度是足夠的食物巴 可以沉在水裡的 低溫慢煮 用水的方式 用油的方式 或者用高湯的方式都可以用 因為裡面這個結構是很完整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怪狀的結構 我們就可以做到這一點了 另外我們上面有很專業的一個控制板 上面是駕溫度 下面是駕時間的 然後是起動的 這架機是一個基礎板的 是無超聲波功能的 基本的加熱均勻的方式 是底部覆蓋式的加熱片 然後加熱的時候 很自然地向上的傳導熱能 令到整個內膽的每一個平面 每一個層次都受到這個熱能的覆蓋 所以這個是慢煮 很多食物巴的關係 都可以做到很均勻的 每一個層次的溫度 今天我們不是用這部來做示範 我們主要是要介紹這一部 這一部跟它的樣子是一樣的 但是它有多到一個功能 它的功能就是超聲波功能 它加了超聲波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它寫著 Susweet & Ultrasonic Cleaner 2-in-1 即是二合一的功能 它有兩個的殘色鍵 上面那個就是低彎慢煮 低彎慢煮同時有超聲波 再加上下面那個是超聲波清洗的 這兩個是獨立的 獨立的起動鍵 我們這架機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它當產生了很多 超聲波的震動的時候 有無數的氣泡 可以更快速地 將熱能分佈到每一個層次 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地方 就算有很多食物包在裡面 超聲波的無數氣泡 都可以穿過食物包之間的空隙 將熱能佈置散佈到每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是一個更快速均勻的機制 然後它還可以有震動的效果 當你的手指放在裡面 都感覺到震動就好像自己的手指是食物 它會震動的時候 就會有些超聲波的啪啪啪的作用 令它更加容易入味 這個就是有些超聲波 在表面上撞擊的作用 令它更加入味 除了這個更快速的均勻 和幫助入味的好處之外 它都可以做一個獨立的清洗作用 清洗什麼呢 好像我今天放在片前看到的 有鮑魚 有這個的提子 有這個的小番茄 這些都可以做超聲波的清洗 我們這次就示範一次 如何由清洗鮑魚開始 同時我們都可以慢煮鮑魚 我們這部機器就大概大空起上來 即是沒有水的時候 是大概三公斤左右 這個內膽是不能拿出來的 因為我們廳的下面 是裝滿了加熱片的 加熱片都黏住了底部的背面 而且感溫都是廳的背面 所以我們是不能拿出來的 但是這個整架機都很輕巧的 很輕巧的 我們就可以搬起它來拿水 我們先說 當我們做低溫慢煮的時候 任何時候水都要滿的 都要達到一個很高的程度 就算你煮的是一隻鮑魚 一隻蛋 都要這樣做的 都要水滿 但是你清洗的時候 你就可以水少一點 水的份量 就是視乎你洗的東西 是多少 基本上 你要半個廳的水 就已經夠清洗了 我們現在就裝半個廳的水 我們現在的水溫是28度 現在的水溫是2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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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做清洗的話 小時是沒有用的 我們就說第四分鐘 分中就是在mini這個位置 按一按 它就在這裡斬 斬的時候 我們將它設定為 多少分鐘我們需要的 你說我們需要的是 我們需要的是 今次需要五分鐘 我們就去到 這個按到去五 這個五分鐘了 接著放開手指之後 它過了三秒就停下了 這個設定了五分鐘 我們可以按開始了 按下這個按鈕 這裡就是洗乾淨 再加一些這樣 這些是梳火 清洗專用的蛋粉的話 更加會用 好 好 好 今天我們要煮的 低溫慢煮鮑魚 之前的動作 我們要洗它一次 我們也是用這部機 做一個清洗 清洗 我們一樣切定了五分鐘 這樣就開始了 它就一樣切升波起終了 我們將鮑魚 就放進我們的 籃子裡 鮑魚 然後把它倒進去 把它倒進去 它是否夾清洗呢 進入最後的時間 這部應該是 煮燥油 這個可以洗蝦 螃蟹 把它清洗 把它清洗 就是多一點 好了 剛才我們就示範了 用這部機 這部機有超聲波功能的低溫慢煮機 它就用了這部機來洗鮑魚 鮑魚洗好之後 經清水再沖洗過之後 我們準備好 可以做低溫慢煮 我們現在用這部機 它們是 identical 不過這個是超聲波功能 這個沒有 我們用這部機 示範一次是怎樣去 setting 那個時間 然後進行低溫慢煮 我們現在 首先 我們把鮑魚 放進抽增胸的袋子裡 這個是可以抽增胸的 重複使用的 使用到 一直做了 它不能夠再抽增胸的時候 把它扔掉 這個就是 不過我們這次 因為我們用了這個 醬油 這個 尿酒 和一些 蒜蓉 這裡 因為很多液體 就未必抽到增胸 我們今天 捨棄了抽增胸這個步驟 只需要用這個夾 將它封口 我們做法呢 就是把它放進袋裡 把鮑魚 洗乾淨的鮑魚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我們把水手倒進去 大概應該是浸過它 這份量是薑蔥尿酒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算是這個 薑蔥尿酒 有些薑蔥味 應該是浸過鮑魚的 全部浸過鮑魚的 全部浸過鮑魚的 可以拍拍它 然後呢 我們又把醬油 醬油呢 比例來說 一半醬油 然後呢 我們會加些醬油 然後呢 我們會加些醬油 然後呢 然後呢 盡量把空氣迫出來 就可以把它封口 好 那麼呢 這裏呢 就是這樣做法 已經是做好了 這包的鮑魚在這裏了 我們現在設定呢 就是說 將鮑魚 Z60度 煮30分鐘 將這個的橙色前菜 向上 差不多 60度 60度 如果繼續上去呢 我們最高可以去到85度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最高溫度 85度 85度 可以煮蔬菜 那些 向下呢 我們去調整 去到60度 去到60度 然後呢 我們要調整 如果要調整 小時 就是按這個 在這裏斬的時候呢 就可以調整 30小時 最多 然後呢 現在呢 我們是不需要 不需要設定小時的 我們拎掉它 然後就等一陣 它就 確定了 接著我們設定的分鐘 我們再按這個 在這裏斬 它是會斬的 我們再加到30 30 30 我們就 你開的手指 它就輸入了 那這個時間呢 就輸入了 60度 30 30分鐘 然後開動 按溫度度了60度 那時候 你開始倒數的 現在就是等著加熱 那這個呢 就需要呢 大概是20分鐘左右 這個時間 我們如果是想快的話 可以加些溫水 看一下 我們將鮑魚 放在這個袋裡 裏面有些酒 醬油 蒜蓉 我們用了這個架 這個架放在這裏 它可以更加垂直地 放在那個 機裡 進行慢煮了 進行慢煮 已經差不多 已經差不多過了10分鐘了 即是我們這部機 如果是有個廚房 這樣 放在這個位置 這樣很多的菜式呢 都可以自己慢慢 做一些慢煮的工序 譬如說西芹 炒雞樓 這樣雞樓 可以經過慢煮 然後再跟西芹一起炒 大家看一下 我們這個鮑魚 已經從這個袋裡拿出來 這個鮑魚 我們是短時間做的 60度3個小時的唐辛鮑魚 大家都可能聽過 所以這部機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